很多人的私家车上装有儿童安全座椅 但是听说过公交车上安装儿童安全座椅吗? 当地时间2月1日 记者在河北省邯郸市26路公交车上 就见到了这样的宝宝座椅 据邯郸市公交公司负责人介绍 在公交车上安装儿童安全座椅 是26路车车长王真真的一个创举 王真真告诉记者 有一次,一位年轻妈妈带着孩子乘车 上车后,孩子吵闹着要自己坐在椅子上 虽然有人将座位让给了孩子 但是妈妈却没有办法坐下 只能用手扶着孩子 看到这一幕 王真真自己出钱在网上购买了儿童安全座椅 并安装在自己驾驶的公交车上 2018年2月3日,在我的车上安装成功 宝宝已经推出,得到了广大乘客的纷纷点赞 我老宝宝座椅以后,我们觉得很方便,孩子也安全 我也可以舒适地坐在这儿了 据王真真介绍,她所在线路的车辆 目前已经全部安装了儿童安全座椅 采访中记者注意到 王真真驾驶的公交车装饰得非常温馨 这是一辆以成语典故为主题的文化公交 整个车厢点缀着胡服骑设、碗碧归照等成语典故 行车途中,王真真会在途经赵苑、从台、东湖三大公园时 为乘客做相应的介绍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从台公园 从台公园一名武陵从台 相传建于赵国武陵王时期 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 赵武陵王建筑从台的目的 是为了观看歌舞和军事操演 我驾驶的26路公交车 途经从台公园的北门 有兴趣走进从台了解历史的朋友 请在本站下车 祝您乘车愉快 其实邯郸不就是愁影之乡吗 其实这样可以宣传文化 在一辆62路公交车 车长傅永金设置了一个哺乳专座 记者看到哺乳专座设在驾驶室后面 从车顶上方垂下一张 可以开合的橙色布帘 拉上后会有一个相对独立的小包厢 我平常开车的时候 又看见年轻的妈妈 上车以后抱着小孩有哺乳的需要 然后我就突发奇想 就是想弄这个哺乳专座 据邯郸市公交总公司总经理 杜海潮介绍 现在除了成语典故文化线 公司还推出了邯郸民俗文化线 林郑宣教线 蔬菜之乡线路等 在一些设有设票员的公交车上 设票员们利用业余时间 自学了哑语和表演 他们会在堵车时 为乘客说快板 演唱歌曲等 城市公交不单单是一个城市交通运速工具 它更是代表着一个城市的性向 一个城市的文化 一个城市的评委 更提高的是我们城市居民的幸福感 荣誉感 城市公交通运速工具